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 受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 英国第二大河泰晤士河源头附近的河床 目前已完全干渴 有河流专家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这里是位于英国西南部塞伦塞斯特镇的一个小村庄 知名的泰晤士河就发源于此 已经退休的62岁老人迈克尔桑德斯和他的妻子 目前正在这里度假 9号一大早 他们计划从泰晤士河源头开始 沿着河流一路步行 欣赏沿途风景 然而 当来到出发地点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已经完全干涸 甚至能看到开裂的河床 另据法新社报道 由于今年入夏以来遭遇持续干旱 泰晤士河的源头已经从原先位于塞伦塞斯特镇郊外的起始点转移 现在只能在位于其下游8公里左右的地方勉强看到一条很小的净流 有专家警告称 在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 干旱和缺水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这将对当地水生生物造成毁灭性打击 英国气象部门日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 多地高温天气预计将从11号一直持续到14号 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6摄氏度 中文字幕提供